就是标准一样保留 但是不标准部分 再拆成那个过瘦和过胖 像27.6这个应该过瘦 负8.1应该过胖 所以这个部分改 怎么改 1一样游标放在原来公式里面 2的话其实只要针对不标准 所以你会发现游标找到公式里面的不标准 那怎么改呢 1把不标准的这个里面的资料 Delete掉 再来呢里面再插入一个判断 怎么插入判断比较简单 我是建议把它删掉之后 前面有个下拉清单 用这个一幅 点一下OK 那你也可以自己打字上去 不过我是建议用这个下拉清单 比较不容易做错 那接下来逻辑吗 如果呢增盐底中百分比的资料 这个这个资料给我的资料 如果怎么样呢 如果大于百分之五的话 所以等于再判断一次 如果它大于百分之五 为处那就表示什么 它应该怎么样 它如果之前你用大于百分之五 那就是什么 过应该是过瘦 过轻 过就是太这个 这个证盐底一直说 它还要再增加百分之二十七点六 才算标准 所以所以这样这个逻辑给它转一下 好过瘦OK 那反之啦 反正过轻也可以啦 这个叙述你们自己用习惯的方法也可以 那反之就是过胖OK 好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再按个确定之后的话 那你会发现它不标准就会变成被改掉了 过瘦过瘦过胖了OK 但问题你会发现 全部两个字 全部在这里真的不好辨识 所以通常我们会希望什么 如果过胖的看出来 过瘦的其他就不需要那么明显的话 那我们还可以利用什么 常用里面的设定格式化条件 新增规则 什么规则呢 当储存格里面的尺 储存格 所以选第二个 等于什么呢 等于过胖的时候 这边是过胖 那就帮我怎么样呢 设定一个格式 OK 特别注意哦 设定格式化 记得哦 你要先把范围1 范围先选取 它就会帮你针对这个范围 做什么呢 设定格式化条件 新增规则选这一个 第二个 OK 当它等于过胖的时候呢 做什么呢 格式 红色的赤 填满改成黄色 按个确定 再确定 你会发现哦 过胖两个就出现了 OK 那当然最后啊 如果你这些资料 你想要保留过胖 其他删掉的话 以前的做法是什么 选这两个 再按Ctrl键吧 还是先删 按右键删除 可是哦 如果你希望什么 VBA有没有功能 一键按下去 自动把 不需要的赤料删掉就好了 这样更简单 所以刚刚做了很多动作啊 其实VBA只要一个按钮 就完成了 好 我们来试一下啊 刚刚不是做了 就是把这边改成过胖或过瘦 然后并且把过胖的换个颜色 最后呢 最好是把不要的就删掉了 那这样我们就看到过胖就好了 其他就不要了 这样不是 所以有时候你资料更新 按下去 就留下你要的 那不是很 就很方便嘛 马上看到你要的 那你可以去做枢纽分析 或者再做其他的设定 或者是其他的用途 那我们如果变VBA的话 所以接下来切到VBA 那刚刚的做法 VBA 我们有偶尔跟M 其实选一个就可以了 反正结果都一样 所以呢 我们就选其中一个 来改 改哪里呢 特别注意哦 我用偶尔来改好了 其实呢 就是针对这个不标准里面 怎么样 再加一个 一幅的判断进去 OK 啊怎么加 第一个的话呢 我就直接在这一行下面 打一个Enter 再一个Tab 记得按Tab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不按Tab 下一阶 它会变成全部都在一起 你会看不出来 到底哪一个是外面的一幅 哪一个是里面的一幅 所以记得按一个Tab 分阶层一下 这个很重要 因为我觉得之前有同学 都没有按Tab 全部都放一起 我刚刚帮他看错误 我都不知道怎么看 因为没有外面也没有里面 那个阶层不清楚的话 其实撰写程式很容易发生错误了 OK 那接下来的话就是什么 如果 所以再加一个 就逻辑跟刚刚一样 如果什么呢 一样嘛 就是Sales 所以其实 你可以干脆 把那个什么 上面这一行拿来改就好了 这一行有没有 把它复制 Ctrl鍵按住 改什么呢 大于5% 后面这个 我拿掉就好了 因为我是要在细分什么 细分那个5% 如果进来之后 它不标准了 不标准里面有 大于5% 跟小于负版之5 我只要大于5%的 来判 当判断 那这边打个else Enter两下 打一个Enter if 一样 一样 那把这个输出到 Sales L欄的 把它拖拉进来 按个TAB键 这边就delete 把它delete走 把这边出去 这几行有没有 它一定在里面 它叫这个if的下一切 那如果呢 它大于玩入 那就是什么 这边输出什么 对 过售 OK 这个逻辑有时候要慢慢习惯 过瘦 反之的话呢 就是过胖 所以把这个部分呢 再复制 拉到下面 复制一个 那这边改成过胖 OK 好第一步完成了 那我们输出看看 会不会是结果 如我们预期的 执行 有 过瘦 过瘦 过胖 第一步完成了 第二步 因为我们希望 刚刚不是设定格式化条件 可是VBA里面 其实你可以接着去做 你不用设定格式化条件 在VBA里面 怎么改变字的颜色 还记得吧 就是那个什么 这个储存格 里面的字的话 就是什么 点什么呢 点字 就缝着 点color 这有交过吧 有印象吗 等于 红色 R G B 瓜 红的是 255 对 斗点 0 斗点 0 这个时候变红色了 那你执行一下 前面应该有啦 讲义 我忘记了 大概 上上礼拜了 颜色有没有变红 有变红了 那底色的话 还记得吧 如果忘记没关系 你就参考之前的那个 底色的话呢 是 这个也是这个储存格 然后呢 它叫inter 点 inter 这边要拼错 it inter or 点color 紅色等於黃色RGB 255,紅配綠 豆點,黃色是255 紅色加綠色,沒有藍色 好,這樣的話 底色就OK了 這個字拼錯了 你會發現我都打小寫 第一個字如果沒有變大寫的話 顯然我這邊應該是拼錯了 有的時候有一招 如果你怕字拼不出來的話 你把刮鬍先拿掉 它會出現 如果刮鬍在後面提示就不會出現 應該是什麼 少一個I 這邊打錯了 再把刮鬍補上 這樣的話就是底色 試一下 字的顏色,字的底色 黃色的話就是 紅色加綠色 紅色加綠色 應該有講過吧 有印象 知青 有沒有 就OK了 過胖了 最後的話 還有一個 如果我不要 其他字拼我要刪掉 只留下過胖 只留下過胖的那幾個會員的話 那接下來你可能要學會什麼 在這個底下 再寫什麼 刪除列 不過這個刪除列你可以 獨立寫 你也可以放一起 我看這個刪除列另外再寫好了 寫完之後也可以 你可以再把功能加進來 那請各位試一下 先把那個剛剛提到的 把邏輯 剛剛的偶爾 改成那個過胖過瘦 這個我想在哪裡還有 看在過胖過瘦 其實在我們75頁好像也有 不過我過瘦好像也有給顏色 過胖也給 不過其實不需要那麼多 就是其實只要把那個什麼 過胖過瘦 就過胖就可以了 請各位把那個過胖的部分 改一個顏色 字的顏色改一下 底色改成黃的 就類似像剛剛一樣 待會兒我們再來看 如果你要留下的字過胖 其他字要刪掉的話 以前可能你要用選取刪除 如果你希望用VBA幫你刪的話 怎麼刪比較快 OK 不過特別是喔 VBA幫你刪掉 他沒有辦法用CtrlZ復原 刪了就刪了 就沒辦法復原 這一點可能要注意 所以待會兒練習刪除 建議是把工作表 再複製一個再刪 因為如果你沒有複製一個 你刪完之後就沒有了 你要再練習也沒有了 OK 這個刪除列 其實也不難 第一個也是跑回圈 回圈範圍告訴他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學習一個物件叫Row Row加S Rows 它裡面有個方法叫Delete Rows.Delete 告訴他哪一列要刪掉 所以呢 待會兒就是一個回圈 加一個邏輯判斷 再加一行敘述 就是Rows.Delete 它就幫你刪掉了 所以待會兒我們來看 如何刪除列 快速 這刪除列還蠻重要 因為工作上蠻多地方 如果你不希望 慢慢自己在那邊用眼睛 在那邊慢慢看 慢慢刪的話 那其實 批示刪除列 這個其實還蠻好用的 待會兒再看 當中